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横着咬 竖着咬 站着咬 躺着还在咬 这些猪如此滋滋不倦地咬栏杆 到底想干嘛呢 难道是饿了吗 可是这些猪刚吃过料没多久 而且猪饿的表现是疯狂的叫唤 这些猪虽然把栏杆咬得哐当作响 但并没有大声的叫唤 也不像是饿了 难道是在磨牙 看它们这么张大嘴 不停地在铁栏杆上磨来磨去 倒很像是在磨牙 在自然界中有很多动物需要磨牙 像老鼠等猎齿类动物 它们的牙齿会不断地生长 所以需要不停地砍东西来磨牙 但猪并不是猎齿类动物 而且家猪的牙齿也不像野猪那样 会不断地长长 所以家猪并不需要磨牙 那么这些猪不厌其烦地咬栏杆 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其实猪咬栏杆发出了两种信息 比如正带着孩子的母猪 它咬栏杆是在说 快走开 别靠近我的孩子 这是一种恐吓 动物都有保护孩子的天性 一旦有别的动物靠近 它们就会做出各种举动来 驱赶入侵者 像骆驼会鼓起腮帮吐口水吓唬对方 而鹅则会伸长脖子来咬 母猪也有互毒的天性 当有生人靠近 它觉得受到了威胁 就想咬人 但是被栏杆挡住了 只好咬栏杆了 这种举动在第一次下载的母猪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而大部分猪咬栏杆传递的是另一个信息 就是它们的保护感没有得到满足 你看这个猪有栏杆 它明显的传递的信号给我们是它没吃饱 没吃饱就是没有达到保护感 这就奇怪了 这些猪不是刚刚吃完饲料吗 怎么还会没吃饱呢 这里存在一个误区 就是规模化养猪 其实和农家养一两头猪不一样 农家喂猪在意的是猪有没有吃饱 只要猪还肯吃就会喂 一直喂到饱为止 而规模化养猪讲究的是猪有没有吃好 只要猪的营养够了就不再喂了 结果很多猪虽然吃了饲料 肚子里却还是感觉有些空落落的 它想吃 想吃又没有吃的怎么办呢 它就咬栏杆了 猪咬栏杆是规模化养猪场里 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现象 这和猪的先天习性有关 猪是杂食性动物 在野外只要能够找到的食物 猪都会吃 比如说 食物的 跟植物的茎 植物的叶 猪在长期的炫化过程中 主要还是以吃植物为主 植物里面含的大部分都是水 能量比较低 野猪吃的东西是 根精锐的食物 那么它的能量低 蛋白也低 植物能量低 猪要想吃够每天生长所需要的能量 就必须吃一大堆的植物下去 因此 猪先天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胃 而规模化养猪以后 猪吃的饲料都是人工精心配置的 首先呢 是玉米 最主要的玉米 然后呢 豆泡 然后是第三种 就是肤筐 这是麦肤 这是三个主要的颜料 然后这个 黑心料 黑心料里面包含了什么呢 这里面就多了 十三种 微氧素 八种 微氧盐素 这个五六种什么呢 这个 靠木 有这么多营养的饲料 猪每餐只要吃上一两公斤 就能够达到每天所需要的生长能量 这么一来 猪原本能装十多公斤植物的胃 现在只能装一两公斤饲料 猪当然会觉得没吃饱 还想吃 但饲养员却不给胃了 不胃是有理由的 我们现在家养的猪呢 给的饲料是精饲料 能量高 蛋白高 所以呢 这个猪呢 我们不可能给它吃太多 饲料能量高 猪吃得多 体重就会迅速增长 对养肉猪来说 长得太快太肥 这肉就不好吃了 到了市场上就卖不出去 而母猪要是长得太快太胖了 也不容易生孩子 所以 现代化的养猪场 都会控制猪的食量 就是每天以猪的生长能量达标为准 而不是以猪的胃口为准 但这么一控制 猪就缺乏饱腹感 这个就是饱腹感不够 要来栏杆的现象可能会更重 猪咬栏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大碍 但对于猪的生长却有影响 一方面猪舍大多是半开放的 空气中尘埃很多 这些灰尘混杂着病菌落在栏杆上 猪咬栏杆的时候 就把这些脏东西都吃进肚子里 很容易引起健康隐患 另外一方面 猪的生长发育需要大量的时间休息 猪吃完料 本来应该躺着休息 结果不停地咬栏杆 动来动去 把原本要吸收的能量 全部消耗掉了 两方面的影响加起来 猪咬栏杆给猪厂带来的损失 也就不小了 猪的这种行为 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 在江西省干州地区 养猪养了十多年的汪福生 就是其中的一位 汪福生在养猪的过程中 非常留心观察猪的各种行为 一旦觉得有异常 就会去琢磨怎么解决它 猪咬栏杆是因为没有饱腹感 那如何让猪既能吃得饱 又不会营养超标呢 王福生采用的办法 就是给猪加味青饲料 你看基本上所有的猪 他都是非常喜欢吃青饲料的 看到没有 没有猪不喜欢吃 咬栏杆的 就早一些了吗 对 他没有 他一个本身增加的宝负感 第二个 给他东西给他咬了嘛 青饲料不但可以增加他的宝负感 同时还可以给他补充一些 必要的天然的维生素 对这个还原模式来讲 都是非常理想的 在南方 春夏秋三个季节 青饲料都很丰富 喂起来成本低 做起来很容易 但到了冬季 要给猪喂青饲料 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就得换一个办法 第二个方法 我吃料里面 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粗间维 比如说腹皮 这个麦皮 当然都是可以的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 只要有意识的 给猪适当的添加粗纤维就可以 粗纤维不仅可以增加猪的饱腹感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猪 它在关在定位栏里面 活动量不够 硬动量不够 然后你这吃的又少 它的肠道磨动就慢下来了 一慢下来了 那么床壁 那么床壁 吸收水分 就是那个猪粪 拉出来就干的 便秘 如果你多让它吃点 含出这些高的食料 那么它的肠道挪动 就能够正常的挪动起来 猪咬栏杆就是想告诉我们 它还没有达到饱腹感 得想办法帮助它们去弥补 那么爱睡觉的猪却偏偏不睡了 这样的行为 又传达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广告之后 咱们接着看 看这些猪 睡得多香甜 有的竟然还打起了呼噜 完全是一种舒适惬意的状态 而这组画面可就不一样了 大家都躺下睡了 但有些猪却显得很另类 或站立或走动 总之不会安心入睡 那它就是想告诉你 它有情况了 为什么这在大白天睡觉的猪是正常的 不睡觉的猪反而意味着有状况了呢 这首先要弄清楚 猪为什么睡觉 猪是人类饲养的家畜中最能睡的 小猪一天要睡14个小时以上 育肥猪和怀孕母猪 则会睡到18个小时左右 而马 牛羊 一天只睡4小时左右 猪为什么这么贪睡呢 这与猪的训养有关 猪的祖先其实是不怎么睡的 那野猪的吸性呢 是70%的时间在早吃的 30%的时间可以睡觉 人类驯化野猪的时候 就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它的睡眠了 在漫长的动物训养史中 人们都是把自己的需要 作为饲养动物的方向 比如说 养鸡是因为它下蛋多 养马是因为它跑得快 养牛是因为它吃苦耐劳等等 人养猪就是为了让它多长肉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会尽量减少猪的运动 从能量守恒的定义来说的话 少运动就少消耗 那么它吃下的东西 它就能多长肉 如果它多运动了 它多消耗了 吃下的东西它少长肉了 那么这是不经济的 为了更加经济 人把家猪圈养在狭小的范围里 减少运动 同时还定点给吃给喝 让猪不为食物和安全操心 时间一长 猪的警觉性下降 变得迟对 慵懒 爱睡觉了 除了卷牙 就像人一样 人我们农村有些老话说 被睡的孩子长个儿 那么人的长个儿是 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分泌生长极数 他就不当长高 那事实上动物基本上一样的 真正这个规定的 猪也是在睡觉的时候 分泌生长极数 然后睡得多的 他的分泌就多一点 他生长就长得快一点 规模化养殖常养的 就是人们精心培育的 爱睡觉的猪品种 在这种情况下 大白天睡觉的猪是正常的 而不睡觉的就有情况了 不睡觉的猪处在不同的建设里 它要传递的信号也不一样 在产房里 怀着孕不睡觉 还站立的猪是要告诉我们 它快要生小猪了 其实很多动物都有一种天性 就是快要生孩子的时候 会离群 寻找安全僻静 能够做产房的地方去生孩子 像生活在海水中的海豹 会找个其他生物 都到达不了的冰川蝉子 生活在沙漠中的骆驼 要生小骆驼时 也会离群出走 寻找理想的地方蝉子 不仅会离群 很多动物在生之前 还会想各种办法 给自己的孩子 垫个温暖舒适的窝 比如像兔子 会用毛垫窝 羊会用草垫窝 猪也有这样的天性 生孩子前也会做准备 野猪最早的学生 它产草之前 它要去拱窝 找草了 给自己垫一个产崽的地方 家猪虽然被驯化圈养了 但是蝉子前的这个天性 仍然没有变 在生小猪之前 还会在圈舍里 闲草垫窝 可是在规模化的养猪场里 猪生孩子时 都被关在产床里 不仅离不了群 也坐不了窝 但是它还保留着习性 它会坐立不安 不停地在地板上 撇来撇去 那就是想坐窝 它本来的野猪的时数 找窝 它会捧一捧 它等于找自己 产宰的地方 所以它这个人就不适合 代产母猪不仅不睡 而且交道不安 传递的信号 就是它快要生了 看懂这个信号 对于提高出生子猪的成活率 很有帮助 一般情况下 如果不事先发现 母猪在晚上生孩子 万一发生难产 就会导致小猪死亡 而提前知道 它快要生了 饲养员就可以做好准备 母猪夜间生产时 有人接产 小猪的出生成活率 就会高很多 就母猪来说 除了产房的猪不睡觉时 需要格外注意 并为兰里养的猪 要是出现不睡觉的情况 也得要留心 并为兰里养的猪 都是初步判断怀孕的母猪 如果大部分猪都躺下去了 有的猪却站起来 那它是在传递着一个信号 这很有可能 它就是反晴 所谓反晴 就是猪曾经发晴过 也交配受精过 还有怀孕的征兆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现在没有怀孕 而且又开始重新发晴了 这一次的发晴 就叫反晴 一时发现母猪反晴 对种猪场 那可是件重要的事 种猪场养母猪的目的 就是为了多产小猪 母猪不怀孕的时间越长 猪场的损失就越大 到了时间它必须反应 比如说推迟一天 就多喂来一天的飼料 推迟一个星期 那每天吃这么多 那我们养猪就发不来了 越早发现母猪反晴 就越能减少猪场的损失 但是定位栏里猪很多 白天都在活动 一般不容易发现猪反晴了 夜间查看就很容易发现 反晴的猪它有种表现 它的体内的齿齿分泌都不一样 怀疑母猪更需要睡觉 那么正常情况下 这些猪都在睡觉 如果突然你发现 有一头猪没有睡觉 那么就告诉我们 这个猪肯定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可能一睡觉的 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有可能就是反晴了 一旦发现母猪不睡觉 有反晴的苗头 就可以赶出来 进一步的鉴定 而有的母猪反晴时 还会出现净力反应 就是按它的后背 它会站立不动 甚至可以让人 骑坐在背上 都不会动它 母猪的这些信号 都是在告诉饲养员 得赶紧为它找伴侣 让它怀孕了 除了母猪 其他猪舍里 也会出现猪不睡觉的现象 不单是中猪 大猪要什么猪 正常情况下 这些猪也都吃饱了 都会睡觉 都会睡觉 或者至少都躺在休息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躺在那里 也就是站着这个 那么这些猪也给我们 成立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要么就是生病 要么就是不够地方 它被欺负了 那你要注意了 不管是生病了 还是被欺负了 猪在该睡觉的时候 没有睡觉 就是要告诉我们 它有情况了 需要对猪多加关注 只有关注 才会进一步的 发现潜在的情况 才有机会解决问题 一定要善于发现 猪的异常行为 这些行为的背后 都藏着猪 想要告诉你的秘密呢 好 如果你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 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你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官方微博 查询更多节目信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今天的有奖收拾问题是 打资的观众 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 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 冰箱一台 难产的生死关头 猪靠什么发出信号 不愿意交配的母猪 要如何保护自己 看似毫不起眼的猪尾巴 到底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功能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